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字 很多人拿着笔都已经写字写不好了 还讲什么书法 听起来书法呀笔墨简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但是呢台湾制作文明世界 还有长墨条打破世界记录 喊价喊到上百万的 夕阳产业可能也有复活的机会 一条条的黑色黏土在老师傅手中 又敲又垂反复搓揉 越揉越是黑的发亮 不过这个其实是写书法时必备的墨条 揉好的墨条用超过百年历史的模具 用力挤压成型 完成的墨条竟然像橡皮筋一样充满了Q劲 这是使用德国高档松烟 加上美国进口的牛皮胶才可以制作出来 它是台湾硕果仅存的 他比较快熟悉 熟悉你爱课你的难免 所以他比较快要做 他是台湾硕果仅存的手工制墨大师陈佳德 今年70岁的他从14岁就开始制墨 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年 招念所有中小学生都要上书法课 需求量大生产廉价的墨条为主 但这几年随着大陆廉价墨条请销台湾 陈叶凋零也让陈佳德转而制作高档的松烟墨 这支引引发出紫色光芒的松烟墨条 全世界只剩陈佳德这一支 还有这个长达52公分的墨堡 有民众跟他喊价百万 他也舍不得卖 甚至还有纯金的墨条 制作技术复杂 墨做的 从平价转往高档也让陈佳德的客人 包含蒋宋美玲特别买来送给外宾 艺人王菲也特别飞来台湾购买 当成自己超薪金时所用 老记忆转型也替传统产业开创出 另一条新生路 记者邱子玲 李英伟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